什么是颈心症候群 他以为是心脏病 因为他头晕心计 后来说颈心症候群 是什么意思 它是颈椎爆发的疾病 对 我们在检监 有时候也会看到 有一些人他说 胸闷胸痛 然后脖子僵硬 那他会觉得 好像是心脏出了问题 可是去了心脏科 比如说找了林主任 做检查了之后 又没有心脏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 那可能会是因为颈部 还有一些胸椎 等等的一些 支配心脏相关的神经 出了状况 那有一些呢 就是像比如说 我们的椎筋盘突出 颈部的椎筋盘突出 还有我们因为姿势 造成的一些循环的狭窄 它会刺激到交感神经 那交感神经呢 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的心脏加速 然后会有一些 比较胸闷啊 紧张啊 这种感觉会不舒服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来舒缓一下 自己的一些循环啊 还有颈部压力的这个问题 包含徒手治疗 有请配训 我们现在都是3C产品 用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都低着头 然后像两位医师啊 都外科医师 常常要做一些 内视镜的手术 脖子会特别的僵硬 所以我们在颈部这一块呢 都会变得很软缩 然后纤维化 那脖子的活动度就不好了 那相对来说 我们的椎间盘 好像就是夹在颈椎中间的一个软垫 那被挤压之后 像一个夹心软糖一样 它的那个腺就变形了 就刺激到旁边的神经呢 甚至是血管 引起了头晕头痛 胸闷等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来放松一下 我们颈部的一些肌肉 那我帮个案做的话呢 我们会先从 来我们再做铁一点点 我们会先从常常 看手机的这些知识性肌肉 也就是一个 我们的胸手乳突肌这个 这个掐进去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向外拉出来 就像在拉弓一样 增加我们肌肉的延伸性 然后呢 再来我们的市主 这个中医叫风磁穴的 整下肌群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测一点点这里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拿出手机啊 或者是我们的拳头啊 就顶住我们的 呃 整下这个窝的地方 掐进去 在这里局部做一个按压 哇 这应该是舒服的吧 佩勋 还是痛的 这个其实很多人会很痛哦 对 这个蛮多人痛的 那我必须老实说 我们佩勋的肌肉品质非常好 我是在人 我是在人 OK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前拉 就是把颈部这边 整个拉开来 做一些转向 哇 的延展 因为平常哦 我们很少做这些伸展的动作 全部都是在做工作 都是让它紧缩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延伸 让它平衡 OK 那 这是我帮个案做 那自己做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必学 跟着我一起做好了 我们头顶有一个顶顶 顶缝的地方 我们压进去 然后手指头不移动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绕环的动作 绕环 绕环的动作 那这边有很多 我们跟我们的抬头啊 颈部的肌肉 有一些连接的地方 那这里我们可以绕环绕的 正绕三十圈 反绕三十圈 疏通它一下 然后再来呢 侧面 侧面这摸下来一个凹陷处 这是我们的镊骨跟顶骨的一个交界缝 那我们在这里掐下去之后 一样也都是一些正绕反绕 大概都三十下的左右的这个时间 那可以让我们整个头颅部的关节啊 还有里面的这相对的肌肉 都比较放松一点 那再来呢 我们的关节疏通完了之后 我们就拉着耳朵 耳朵我们跟里面 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筋膜 脑式的筋膜都有联动 所以我们把耳朵掐着之后 往外拉 哇 OK 拉开之后向上掉 变成一个小精灵 然后向下扯 这都可以平衡我们大脑内部的一些 大脑连的平衡 OK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肌肉的放松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拿出一只手 扣住我们的颈椎 这个自己做就可以了 这个自己做就可以了 我们的手指头呢 扣住我们颈椎 对刚刚我按压的这个位置 OK 好扣住之后 那另外一只手 我们绕过头 挡住我们的头颅 然后这个时候是 底下这一只颈椎的手 用力向外扯出来 然后我们保持头部的一个抗力 不要让头被拉走了 藉由这个动作 我们放松颈部 我背着做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是像这样子扣住这个地方 扣住颈部 然后右手放在这边 扣住头 好 然后把它拉出去 OK 这样自己就可以放松我们盆皮了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